暗谷参加学姐白景的葬礼 白景就职于一家书记修复服务公司 据说是因为被婚外情对象抛弃 在浴室割碗自杀 帮忙处理葬礼事宜的是公司同事 公司社长前来击败 男同事露出异样的眼神 社长登记时手抖得不轻 暗谷和老同学在一旁八卦 白景的婚外情对象正是社长 怪不得他手抖 看着白景的遗照 想起和白景分手的事 随便背了几下转身就走 突然听到一阵声响 被吓得蹲坐在地 发疯般的大叫 不要啊 然后起身就跑 不久后 东京湾发现一具浮尸 警方捞起来一看 竟然是社长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 可能是投海自杀 助手看着电视里的新闻 觉得是压力太大导致的 看到暗谷的身影 他不禁损了对方几句 汤川连忙为他关掉电视 那边法医准备验尸 看着溺水身亡的社长 不禁想起日本作家太宰志 也是和情人一起跳海自杀 太宰志是个汗鸭子 可社长不是 据暗谷所知 他每周都会去游泳馆游泳 怎么会选择投海自杀 这自杀方式很真是特别 其实自杀不是高耍耐和毅力 就能做到 应该是被逼到绝境 才突然挑海 现场有三名目击者 公司同事说过 社长一直被某种声音骚扰 暗谷也在白井藏礼上见过 法医猜测是幻听 至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就不得而知了 暗谷和前辈来公司调查 这家公司十分阳气 不用在固定岗位工作 且被羡慕不已 他认为这个案子不需要调查 虽然同公司的两人接连死亡 但都是自杀 没什么奇怪的地方 暗谷觉得有点不对 特别是社长的词 这时 汤川打来电话 问暗谷黏乎乎的料理有什么 原来汤川想用料理来解释 分子运动粘制稀疏 然后对着电话喋喋不休 就在这时 准备接待暗谷的同事 家山突然发狂 乱扔东西 嘴里还喊着不要 暗谷急忙上前阻止 手机掉在一旁 汤川打开免提 暗谷和家山缠组在一起 最终把家山压在身下 前辈立刻下落帮忙 暗谷让他别担心 自己学过逮捕术 话音刚落 屁股就挨了一刀 前辈上前帮忙控制家山 让员工叫救护车 现场一片混乱 汤川也通过手机 听到了暗谷的哀号 暗谷住院 老同学前来探望 光着屁股避风伤口 还是一个年轻的男医生 这样暗谷很受打击 老同学调侃 毕竟他没有恋爱经验 唯一的一次是一场 还没表白就结束的暗恋 其实表白了 晴仁杰当天送了巧克力 然后被甩 因为他说了多余的话 看商场在甩卖就买了 这是人情巧克力什么的 别看他一副 一割尖嘴利的样子 可一到喜欢的人面前 就不知该说些什么 这时 医生来查看伤口 老同学失去的离开 暗谷没多大事 明天就可以出院 但他还是疼得咬背脚 背后突然传来汤川的声音 虽然和他不熟 但听说他被刺伤 也不好意思不来探病 早知道他明天出院就不来了 说着拿出买来的水果 让他拿回去吃 他疑惑为什么要送水面桃 没什么理由 就是想拿 毕竟吃拿不拿 说完便要离开 他急忙阻止 说这是诅咒 社长 加上 还有他 都被白景诅咒了 因为他学生时期态度傲慢 白景就记恨在心 因此他觉得肯定还会出现别的受害者 隔天 暗谷出院来找汤川 他已经查到 白景和社长的不正当关系持续了三年 上个月社长单方面提出分手 所以社长被诅咒 还有刺伤他的家山 声称在社长自杀的第二天 听到了白景的声音 说下一个就轮到你了 戴耳塞也没用 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这不是妥妥的诅咒吗 助手认为不可能 汤川立举了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1922年11月4日 英国考古学家发现一个老木 找到了黄金面具 在这之后 考古对成员相继死于非命 科学家进行研究后发现 成员并非是中毒气和美菌而死 也就是说 成员的死都是意外 万事皆有因 汤川不相信诅咒这种说法 公司如今人心惶惶 两人自杀 一人发狂伤人 谁都怕下一个轮到自己 员工开始商量辞职 想拉着大阪一起 这时 大阪好像出现幻庭 起身朝休息室走去 楼上的男同事盯着他的背影 大阪想起白景对他的不满 难道下一个是他 这时 男同事来到休息室 告诉他警察来了 要找所有员工问话 暗谷负责询问 汤川在一旁查看公司介绍 每个员工都一神一鬼 不是头痛就是腰痛 要不就是每次看表都是13分 吃饭时筷子断了之类的 总之每个人都有问题 都觉得自己被诅咒了 暗谷被弃的抓狂 这时 大阪到来 公司如今人人自卫 他却是唯一一个关心家上的人 还老实地告诉暗谷 在家山发狂的次日 他出现耳鸣 好像虫子在脑海里飞来飞去 他尝试环顾四周 发现同事没有任何反应 看来他被诅咒了 暗谷安慰 耳鸣和诅咒没有关系 汤川让鞋不要随便下定论 大阪刚出来就被男同事揽下 问警察跟他说了什么 他没有回答 只说下一个就是他 马上要被白景的诅咒杀死了 男同事立刻送上手帕安慰 汤川带暗谷来到无音室 这里六面墙都装了新材料 用来做工业制品的运转音测钉 汤川让暗谷站到指定位置 然后请工作人员播放音乐 确定暗谷听到音乐后 他向右一半步 音乐瞬间没了 一回到原位又能听到 这也就是超直向性扬声器 可以让人群中的某个人听到声音 但是该设备和本案无关 因为这种声音 只要捂上耳朵就听不见了 家山的证词明确表示 戴上耳塞也能听到 既然不是 但是何必让他过来 纯属浪费时间 在汤川看来不是浪费 起码排除了一个假设 他有点抓狂 向汤川吐槽一大堆产生幻听的原因 其中强电磁场引起汤川注意 连忙捡起石子 在马路上写起攻势 明白了声音的来源 为了验证假设 汤川决定用三天时间把设备做出来 暗谷和老同学聚会 又被嘲笑表白的事 气得他多喝了几杯 醉醺醺的来到实验室 说是来视察汤川工作 石则是来睡觉的 梦中还一直喊中等 是他一直暗恋的那个学长 不久后 他被警局电话吵醒 便利店发生强劫 他得立刻赶过去 三天的时间已到 汤川的设备也做好了 说明书还是一如既往的复杂 看了说明书后 暗谷让大阪把设备贴在耳后 用头发折挡 把发现器藏在身上 这样如果大阪出现耳鸣 他们也能听到 大阪来到公司 两人也假扮成清洁工或者公司 刚进去不久 大阪耳边响起噪音 前辈把声音接入扩音器 这样一来 全公司的人都能听见 众人立刻陷入混乱 只有男同事一个人在摆弄仪器 声音停止后装作弱无其事 不过还是被暗谷发现 犯人成功落网 男同事做的仪器和汤川的差不多 都是运用了弗类效应 把电磁波变成和声音会合的 脉冲波形发射 只有被照射的人才能听到声音 和之前的超直向性养声器不同 养声器是通过鼓膜传播声音 这个无需经过鼓膜 就能使声音在脑中回响 说着还进行了实际操作 诡异的声音在暗谷脑中响起 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当然这并非已故白警的声音 只是因为在葬礼上突然听到 才会下意识地认为是白警 葬礼上 男同事用设备对准社长 社长脑中才会出现声音 家山也是如此 所以才会被折磨得神经衰弱 但令汤川不解的是 为什么社长和家山听到的是女人声音 而大阪听到的却是噪音 汤川研究发现 这个所谓的噪音另有玄机 适者降低音频 噪音变成你爱想中 其实这算是一种潜意识刺激 男同事想通过暗示 让大阪爱上自己 汤川不明白 能做出这种设备的人 为什么要做那种不合逻辑之事 恐怕是被爱情戳昏了头脑 男同事也坦白了罪行 承接社长是因为社长是个人渣 和下属搞荒外情 抛弃下属 还想玷污大阪 盯上家山 是因为大阪关心家山 所以他嫉妒了 前面问他为什么 让大阪听那种恶心的声音 他没有回答 而是握着手中的手帕 哭了起来 差一点就成功了 暗谷好像明白 他这么做的理由了 因为人一旦遇上 自己喜欢的人 就不知该如何表达 汤川知道暗谷说的是谁 中道 暗谷好奇汤川是怎么知道 汤川留下一句 完全搞不懂 然后优雅地离开 神探伽利略第十二案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